朋友们 五一好啊 每逢到这个时候 当中的观众问我 有没有适合假期玩的游戏推荐 最好人多 热闹一点的 你别说 最近恰好有一款游戏 马上在五一就要迎来国服9周年生日了 每年到这个时候 游戏都会送很多的东西 比如像坐骑 皮肤 毕业装备啥的 关键绝大部分登陆就能白嫖 可以说绝对是入坑的最佳时期了 没错 这款游戏就是激战2 推荐激战2的理由也很简单 作为一款运营了9年的MMORPG 绝对算是比较长寿的了 而且直到现在 激战2都拥有着大批的死中玩家 老玩家也常常的自愿去带新人 游戏氛围非常和谐 究其原因 我觉得这跟激战2独特的设计理念 是绝对分不开的 说起激战2 估计很多人都会拿它和魔兽做对比 确实 暴雪呢 都会游戏界的老大哥 很多经典的设定 至今都有很多游戏在引用 但激战2其实也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 比如说 用全新的动态事件 取代了传统的MMORPG中的 任用线模式 每当我们在探索游戏时 便会随机的卷入附近的动态事件当中 从而影响整个游戏世界的进程 可以说是将游戏的乐趣 藏在了地图的每一个角落当中 而支撑这种玩法的根本 就是激战2那无比广袤的大地图设计了 众所周知 现在开放世界游戏非常火 好多游戏公司都开始布局这个赛道 但是激战2早在10年前 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因为它不单单只是当成了一个背景 而是当作游戏玩法设计的 就拿麦古马那几张图书来说 不走个百八十遍 你都不好意思说你玩过这款游戏 有的地方你甚至还要借助特定的道具 才能探索 地图上下的纵身感非常的强 既可以上天 又可以入地 还可以下海 还好现在有坐骑 不然真的是开着高德 你都得迷路 真佩服之前没有坐骑的时候 大佬们都是怎么玩的 说到坐骑 激战2的坐骑系统 也是我建议的众多游戏里边玩到最花的 每一款坐骑的手感都不一样 就比如说 骑上甲虫 甚至可以体验一下 当秋名山老司机的感觉 打下屋 施旧的手感也是一绝 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高难度飞行 和旋转加速 当然大佬的施旧才是施旧 我们的施旧那是走骑机 总体而言 单纯一个坐骑系统 机杖都能催生出很多有趣的玩法出来 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赶路的工具 还是很多玩家快乐的源泉 这种独特性在其他游戏里边真的很罕见 而获取作剧的过程 又让玩家自发的去参与到了其他的游戏内容当中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 只能说一个字 绝 机杖2虽然说是一款MMORPG 但是实际的上手难度并不高 丰富的内容也非常耐玩 如果你现在依然保持着对游戏的热爱 那么不妨叫上你的朋友 感受一下机杖2的魅力 相信你一定会收获一场非比平常的体验 感谢观看